我们经常讲 学佛就是为了解脱 解脱什么呀 当然是解脱世间诸苦 你们跟着师父学了这么长时间的佛法 师父现在要考考你们大家 解脱诸苦需要什么 你们能讲得出来吗 如果你们讲不出来 说明你还不清楚学佛 到底要靠什么来让自己解脱世间诸苦 这也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一边学佛 一边痛苦不断 因为他没有方法解脱自己所面临的苦 师父告诉你们 解脱诸苦需要什么 就是需要菩萨的智慧呀 为什么需要菩萨的智慧 菩萨现在在哪里呢 菩萨在天上 对不对 菩萨能修到天上 说明菩萨有广大甚深的智慧 我们学佩 我们学佛就是学习菩萨的广大甚深的智慧 有了智慧 我们才能解脱人间的诸多苦难呀 师父希望你们要听得懂啊 师父讲过定中生慧 一个人想要从心里生出智慧 他首先就要定得下来 沉着冷静的心 让你能更好的思考事情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 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们 他们要研究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 几天去思考 在禅宗里 有些人为了让自己早日开悟 他们会选择闭关的方式修行 闭关就是让自己禅定下来 在禅定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是在修行内静 这个内静讲的就是心呀 修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禅定 师父这里讲禅定 并不是让你们打坐 而是让你们学会让心禅定下来 就是经常让心定下来 为什么很多作家在写书的时候 要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 因为他的心静下来后 他才有更多的灵感 师父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你现在要学习一篇白化佛法 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啊 假如有人在你身边 一会儿走过来 一会儿走过去 或者有两个人在你旁边不停地讲话 你相不相信 你刚才学的白化佛法 一句也没有学到心里 因为你的心没有完全定下来 所以你就不可能学到里面的东西 犹如在路上开车 你不能分心 一旦分心 就很容易出事 你们听得懂吗 我们在人间要解脱诸苦 一定要靠着菩萨的智慧 比方说 婚姻带给很多人 一辈子挥之不去的痛苦 这种痛苦 他伤的不是一个人 婚姻不只是带给一个人痛苦 失败的婚姻 还会伤害到他们的孩子 甚至伤害到两个家庭 想想看 哪个做父母的不愿意看到孩子的婚姻幸福 身处于婚姻当中 唯一能解脱的方法就是修心 心定智慧声 而且 师父希望你们要明白 家里是最锻炼你修忍辱心的地方 修忍辱心也就是修心 修心就是修禅定 今天被先生或者被太太恶狠狠地讲了几句 那又怎么样呢 你又不会因为被他讲几句话 就能掉几块肉下来 要知道他是一个不学佛的人 而你是一个学佛人 你要让自己从静缘当中脱离出来 假如你不懂得脱离这个静缘 你就会陷入其中 离苦 就是离开当下让你痛苦的这个静缘 任何让你心里感受到痛苦的事情 要学会让自己远离 厨房突然着火了 你没有能力把火扑灭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离开那个火场 先保命再想办法救火 菩萨教给我们的佛法 是末法时期最好的解脱方法 这个解脱的方法就是菩萨的智慧 师父希望你们大家都能修出菩萨的智慧 最后让自己一指智慧解脱诸苦 这是师父今天跟你们讲的 学佛人学佛人修定修慧 一慧正解脱 最后这个解脱就是超脱苦海呀 为了解脱的程序 对面的关系 是这个解脱的方法